好,我們回到政論 今天見到我們多了一個人 就是William 因為他在星期一請了我上來做節目 本來是禮上網,怎樣也要請William上來 本來因為今天有個題目 直接想說耳巴衝突 當然要請一個熟悉國際關係的專家 不要專家,千萬不要專家 我也是在成長 我跟Ken因為更加不熟 本來一開始就想不浪費時間說這句話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有些另外的東西想說 是的,又有一些突然間是新聞 又不是突然間的 因為香港記者上中國採訪被人打這件事 就私空見慣的 不是一件非常罕見的事 不是只香港記者,是很多外國媒體都是這樣 曾經有一個試過訪問,我記得是陳光誠 一個盲人的律師,是維權的律師 是外國人來的 被人打到追到他上私家車 那都未追完的 所以你說,其實你說得對的 不知道的,香港記者 所有的媒體工作人士 上到中國被人打 不是一件罕見的事 但是呢 連續兩天被人打 就反而真的罕見了 是不是應該沒有試過 連續兩天都被人打 那看到那個反應是甚麼呢 為甚麼中國可以這麼肆無忌憚 說打你便打你便打你 就是因為沒有成本 沒有後果 你看到人性的本樂 如果沒有人監視著 沒有後果的話 你覺得我們會否犯罪 霍布斯都說過 如果人是沒有任何法律 沒有任何監察 沒有任何後果 是怨恥狀態的 我想要甚麼 我拿不到便打你 最重要的就是 麥敬天責 對於中國人便是麥敬天責 但是問題就是 全世界是麥敬天責 但是問題是 有一件事叫法律的法律 你一件事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很多事都說不通 最大的問題就是 連林鄭反而就說 要香港的記者去中國採訪 要尊重當地的法規 還要遵守當地的法規 她的也好笑 荒謬的是甚麼 沒有法規可言 很多人都認同 但反過來就是 叫記者要尊重法規 那些也算 但是那句沒有後果 林鄭不是一個民選神 她不需要背負選民 對她有甚麼看法 她說完之後 我們覺得很荒謬 這樣說我很少評論香港政治 但我的問題不是 我是港豬不來 而是我一直都覺得 香港沒有甚麼好說 因為現在的社會風氣 反而被人覺得是反對 我明白 但其實你說民意授權 其實很多國家 如果說中東 她一定跟西方不同 她是完全沒有民意授權 那些是郵掌 那些部落的認識 看看哪些通通的國家 比較主流 例如科威特 撇除也門 敘烈亞 這些都比較有油長式 那種 就是沿著波灣那些 那些都是油長的國家 他們是沒有民意授權 但他們起碼做了一個 國家穩定 最基本的馬斯爐的需求 生理、飲食、煮食、煮食、煮食 全部搞定 那些人都不會搞症 現在香港的問題很簡單 我說 你為什麼出現這麼多社會紛爭 很簡單一句 就是你連人最基本的衣食、煮食也搞不定 你又不去找那個問題的根源 然後一直在面上 一直在切 但根源一直在刪出來 但我覺得她是沒有切 因為他們沒有心要解決這件事 他們根本不想探究香港有什麼問題 他不會探究 他只要解決提出問題 很簡單 二十幾年 主權移交 二十一年 香港搞了一塌糊塗 問題在哪裏 其實是香港人自己的 是啊 我就是想說 看一些人的道德倫喪 為了要拆鞋 有些事情連廣州朋友聽到 都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說 很噁心 坐高鐵上去 上班後 我也不會這樣做 你說一些有人性的事 他們連這些人都看不慣 但問題是因為沒有後果 很多政府官員 人大政協 看到被人打 有記者被人打 他們不敢出聲 但問題就是 香港人要負荷主大站 就是因為香港人好像不在乎 他們最多就是 你們不要這樣 好像前銅鑼灣書店也是 你們不要做一些 令到中共不開心的事 你們就沒事了 他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你不要挑機 你不要惹麻煩 香港人是有些事情 要批判口康旗問題 香港人是等於中國人 在這方面來講 我這樣認同你的 是的當然 很多香港人根本 完全是中國人行為 我意思是說 完全是中國人行為 有些人經常都說自己 我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 但平時在生活上 很多事情做出來的行為 是過之而無的 不及 甚至乎比中國人更加中國人 這不是所謂民族性嗎 我曾經和你探究過 究竟這個世界 是否有民族性 有我絕對認同 所以你說民主在一些國家 為何可以行得那麼好 有些國家為何可以行得那麼差 我之前和你講過的問題 就是民族性 地域性 時代性 其實這個主要的想法 出自在前面 他當年寫的一本 叫《中國歷史 政治歷史得失》 裡面一開始的罪言 他就說了這番話 其實都很影響我 研究一些國家的 內部政策 或者對外政策 即使是劉曉波 我們所謂他之後 要原諒他的敵人 同時思維灰盡 他都要抱著骨灰盡 但他之前都是 他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他曾經主張說 中國是要給外國殖民三百年 因為中國的民族性是這樣 他的問題是 其實他可以離開 我從來沒有在這場合談論過他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離開 他最後選擇留在這裡 我覺得是一個偉大的地方 我佩服他 我不會在這裡 理解 但比較軟實主義的區 很多人都說香港是不能留在這裡 因為香港人不能讓我們幫忙 但有時候我也會 重點想起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 是議長一直都跟你說 你真的有能力 或者有心的 你去移民 很犬儒 但如果這樣的話 很可憐 就好像這件事 如果我是用一個心態 就是香港人不能讓我幫 我們不評論這件事 其實我和阿Kam 其實我和阿Kam 一向都不太喜歡評論香港這件事 有時候都 和你說真是浪費 但為何今天突然想說中東話 都要特意看 我都不想 我昨天的節目也說過 有一套電影近期都很影響我的思維 對這些看法 但想不到是Marvel Marvel Avengers 不是 不是 是之前Flo Ranalog 第3集 他在尾段 講我一個台詞 我記得 Ascar is not a place is people 即是 他的地方 即性域不是一個地方 是由人所組成 才叫性域 我反思 是否Hong Kong is not a place is people 當然 霍布斯當年也說過 國家是一個有機體 你會談 有機體 但很多人不是 很簡單 其實東亞很多國家 不止中國 日本人 韓國人 朝鮮 甚至越南 這些國家 他們因為漢文化的思維 令他們對這些領土寸道不揚 即是每次都要 講到這個地方曾經是我佔領過 我就永遠都要拿回這個地方 但那個時間根本就沒有國家 民族主義十六世紀左右才開始興起 怎會有什麼中國至古以來佔領 你見到詩境那句 宿土之斌 普天旺神 他們所謂的天下 不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天下 他們不是我們現在所謂的世界 好像當年 在馬其頓 即今天的希臘北部 一直打到現在波斯 到印度的行河那邊 他也是打世界以知的領域 其實很多地方根本就是 我們沒有探索過 難道今天 希臘這個國家 或者馬其頓 他曾經想這樣做 每一次大戰之後 結果希臘就展示到 他最不堪的一面 基本的戰鬥力是0 統帥的能力是差 結果本身可以打到 拿回過往希臘最輝煌的土地 一次過被土耳其押頭打回頭 其實說起民族主義 都跟我們想說的巴勒斯坦士 但是 在我們講到中東的題目之前 我們數少少總結那個記者 就立即下一個題目 所以我不想太多時間 為什麼我跟阿Ken 會突然選擇今天怎樣要講 阿Ken也講幾句 不是今天我 被人說我掛生 多數都是看論頭 不是瘋子 現在是你在Olea 說這些瘋子 我真的想看看 你們有什麼看法 你對記者這件事 為什麼我跟阿Ken 要特意浪費時間 我比較消極一點 但是我想聽聽聽 因為今次這個記者的事 唯一值得討論 就是因為他是採訪四川的 一個地震十周年 其實四川地震十周年的意義是什麼呢 就不單是一個百年一遇的悲劇 甚至是當年在香港 還是很踴躍想幫助 做大中華 你們有沒有捐錢 我有 我相信真的 問十個 除非他當時得幾歲 除非他還沒出生 或者得幾歲 就算得幾歲 就讓阿媽幫去捐 一定有捐的錢 沒有人捐過 我太窮 現在網絡上 就算 無論是政府的人士 還是法民人 中人都說網絡上的人 很良薄 但是當年的時候 十年前 民村地震 大家都還是很踴躍捐輸 這件事的意義就是 差不多是最後一次的事件 香港人會去 齊心 所謂認自己是中國人 認祖歸宗 正正由這件事開始 去印證 其實我們開始 看穿了這個大中華的事 剛剛你們提到的 民族性 民族主義 其實那個民族性 又不是很自古以來去做的 以前 雖然說有時候普遷之下 但之後 很多事人都會看得出來 合九必分 分九必合 所以他們未必 以前遠估的民族性 好像一輪所說 可能十七世紀 清朝一年開始 會有一個很想大中華 打一統的觀念 慢慢透過教育 會令到中國人很想有一個 打一統的強局思想 正正大約有些事件開始 譬如今次民村地震的十周年 可以做回一個轉捩點 看清楚 其實可以在中國人身份上 正面一個反之 這個是其中一個我們看法 最大的問題 因為我今天看報紙 看頭條 香港十幾份報紙 你猜有多少份 頭版是講記者被打 只有兩份 一份蘋果 一份AM 我猜不到AM730 會當頭版 其他頭版是什麼 其他報紙 周杰倫什麼被人騙錢 騰訊 披露 他們剛剛的年度收益 連記者 連行家都覺得 記者被打 不是太重要 對比周杰倫被人騙錢 理所當然 如果連我們都不說的話 還有誰說 所以我特意要在今天 怎樣也要提一提 說起來真的有點浪費 對 但有時候 可能我沒有你這樣 在街上聞 所以我是很厲害 我理解 但如果我們不持續 這些憤怒的話 就沒有了 我也有 我明白 但你可能 講在其他覺得有可能實現到的東西 也是的 我覺得始終是 其實香港 我們年輕一代 有一件事要說 其實我們不是70代 可能真的受物質主義影響 但這個問題其實 不是真的在香港發生 是全世界發達的地方都有 但我們怎樣可以持續 有物質的同時 都要令自己進步呢 這件事很難處理 因為我一見很多人 就是拿一本手機 從早上按到晚 看你們的選擇可以不使用這些手機 但你可以怎樣使用 可以方便 說真的 我旅行 以前沒有GPS 不能讓你去Hotel做reservation 現在你的手機可以一次過 在街上連WiFi搞定 你不會讓你方便 科技打到別人 但同時會讓你墮落 所有任何東西都是兩面 有去的也不會 有些人覺得 有些人覺得 打機就是廢青 其實有些人打機打到賺錢 什麼都要 所以我們看任何東西 我覺得是多小角度 但是說真的 如果你叫我看香港的話 我比較極端一點 真的不是看得現在 有什麼可以再去摸 因為我覺得很沉 但我不想被這個 比較犬餘的想法 影響到我們 既然都是這樣 我就好像變成港豬 我就是麻木 因為既然都做不到什麼 我們就 沒事他算了 都是這樣 這個我希望 盡量沒有 我明白你的心 一定會有憤怒 你不是那些麻木的港豬 所以我不是說 把那些心放在要走 但走就等於是 間接放棄這個故鄉 因為現在全球化的思想 成行 所以大家都會想想 不是那些國家 說了有說 我走不了 我沒有 其實不是 你說一天覺得去旅行有錢 我其實也不是 我只不過把買樓 那些所有的錢 可能就用在旅行上 因為我覺得 你出去逛逛 有些人說是自古以來 但這次就比較諷刺 是因為 剛搬到大使館的時候 搬到耶路撒冷 那邊就 喜慶歌舞 其實耶路撒冷也是一個很爭議性 當然 因為東北耶路撒冷 到今天都沒有完全被以色列控制 寫不斷寫說是他們的領土 他們叫東耶路撒冷 即是叫約旦河西外 其實以色列這個地方 爭議性大大在於 因為它太多不同民族 政權在這裡 宗教在這裡 在這裡住宅 令人都覺得這個地方 認為這個地方是他們的聖地 或者是神聖上所 我記得有猶太教 基督教人 加上伊斯蘭都覺得 耶路撒冷有一部份的建築 或是地方是他們的神聖地 好像阿克清真寺 其實當時有前總理 過世的沙龍 他曾經去參觀耶路撒冷的阿克清真寺 當時是引起了巴勒斯特行 一個很大規模的起義 正常 他們起義有兩次 我下一節可以說一說 因為我們剛剛有時間 下一節再回來聽一下William 如何分析這件事 可以看到現在 有多少錢 可以分析這件事 我還是有多少錢 可以分析這件事 可以分析 有多少錢 我可以分析 我可以分析這件事 有多錢 有多少錢 有多錢 有多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